宾州首长林观音今天许试亚裔弹水坝时指出 几天前突如其来的庞大降雨量导致亚裔弹水坝的除水量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超出负荷 因此宾州政府决定耗资5000万令吉 兴建一条衔接亚裔弹和直落八项水坝的大水管 让负荷量较大的直落八项水坝能够分担水量 达到预防水灾和除水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边当然有一些计划 就是要建5000万令吉的这个水口 从这个埃丹的水坝借去多罗邦水坝 就是让那些过剩的水能够移到去多罗邦的水坝 让这个水坝能够判演两个角色 第一 一种间接治水的这个措施 另外一个当然是让我们寄水 我们有水 我们并成人民有谁能够用 能够使用 两天前发生了大水灾 导致一名摩托起事 在回家途中发生意外 遭湍急的水流冲走 但是林冠英认为 内场意外可能是因为狂风 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他庆幸没有更多灾民 在水灾事故中丧命 林冠英强调 行动党五级牛罗国会议员兰卡巴星等人 已经向女骑士的家属献上抚去金 慰问家属 他也希望家长在紧急情况时 能够确保孩童的安全 同时也呼吁灾民 如果遇上任何问题 可以联系相关的议员 寻求协助 MTV7 槟城 采访我到